好的 所有的觀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收看本週LMS2018年第七週第三天的賽程 我是飛行台主持人湯米 在我身邊的兩位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第一位 是波波妮老師 大家好 我是波波妮 還有我們的ZOD老師 大家好 我是ZOD 你現在已經沒有ZOD這個名字了 你現在是ZOD 人人看到都是ZOD 大家都有看到ZOD老師在這個校祭碑上面的照片嗎 有有有有 青春洋溢 有有有 你昨天跟ZOD老師看到的時候 我原本在看那個 博中生啊 我原本在看手機門我直接關掉 難以指示 好的 謝謝主播以及賽評 那麼接著下來這場比賽呢 我們要回歸到從BP開始看起 當然我們首先是要恭喜M17獲得比賽的勝利 但整體而言的節奏 確實是偏慢的 而且出現了很多波折 我們要來看一下12分鐘的下路開始 所滾起的一個雪球 這邊其實是有M17主動發起進攻的 但這一波老實講 這個加里歐大決施放時也不特別 他大可等到Dreamer閃現之後 再把這個加里歐的大決放下去 沒錯 而且其實冰鳥 應該說那個泡鳥的位置 其實也是處得蠻尷尬的 他們一起算是兩邊 一直在拿對方AD的人頭啦 所以兩邊AD算是同時倒下 我覺得唯一可惜的是 Zest的出那個 命運呼喚出來的時間點有點錯了 他是該 其實在那個 Darka把他收進去的時候 他可以等歐拉夫諸神的黃昏結束 再出來把他撞飛 我覺得那樣的話 有可能Darka可以活下來 我就問兩位這一波 跟卡里斯到底做了什麼 就是我就問你 他隱形完之後 他到底做了什麼 就是他一直在給對方壓力啊 然後也給自己的隊友壓力啊 然後 简衣简衣我還沒到 简衣一直在旁邊有沒有 他就是造成雙方很大的困擾 其實這一波 以這個塔薩來說 其實N17執行得很 很爛 就是真的很爛 就是加里歐下去的位置 跟我們平常看到加里歐好像差很多 他也一樣 有點外面 那後面的其實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F他們忠也真的是 這個角色 我先不要討論那個選手 好OK 角色真的太爛 你看卡里斯一直 一直在旁邊晃 然後不知道幹嘛 然後這個B秒 一停下來 就一直普攻 一直普攻 然後技能 太敢下來啊B秒 然後技能丟在對方身上 欸好像你在抓癢 哇 這個怎麼打啊 是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走到30分鐘了 這邊肉導師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30分鐘 這一波應該算是在整體而言 AFO在這場比賽裡面 最具有反擊號角 反擊進攻意味的這個進攻了 對啊 但這一波我個人也是覺得 N17真的是有夠錯的啊 因為第一個就是 他們有巴龍 BUFF 為什麼不就旗幟丟著 讓他推塔就好了呢 為什麼要主動去開人呢 那他們開了又選擇一個 對方有一個水銀 的克里斯達 所以這個開基本上 就直接被 活生的被反打過來了 所以這條巴龍 就等於有拿跟沒拿一樣 目前N17應該是LNS 在8.4版本裡面 拿到巴龍又有旗幟的情況下 推不掉高地的隊伍 你觀察好細喔 這個輸容嗎 這個這個 輸容 就是他們是第一隊啊 第一隊這個很了不起 可以不掉 可以不掉 不過 好的 謝謝主播以及賽評 那麼我們要恭喜 麻吉2比0的戰績 擊敗了AFRO 這個 不知道該開心還是難過 你知道嗎 我很開心啊 我綠色隊啦 不是我是說AFRO可能想說 天啊 飛翔有兩票投我們 然後去做了一個混淆的錯位 然後再來是AFRO在維權地方 壓了一個 納爾 其實這個是比較疑惑 因為我們都以為 納爾在對上GP上面 可能可以取得一點優勢 不過 以最近這個風向來說 GP數是沒有Counter的 所以 最近的風向嗎 對 最近風向好像是GP沒有Counter 就看他要不要認真打而已啊 如果認真打的話 可能這些直接球都不是對手 對 這個GP其實 前面他農得很開心 他沒有 幾乎沒有被納爾給壓的 一直走到了39分鐘 下路有一波 小炮的精美的超 不是精美超多 就是他的 大膽的嘗試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小炮是想要跳上去 把法洛斯給秒了 我相信他是這麼想的 對 他在想要說 哇 我現在 我先把法洛斯給殺了 然後我再跳走 他前面有法洛斯的多二連鎖 然後旁邊有鋼普的大絕 他想要來做一波大的 他就直接跳過去 然後 就是 暴斃 我第一拍子 你瘋啦 你幹嘛 你知道嗎 好瘋狂啊 他就是覺得自己的傷害夠高 然後簡直又是什麼 全暴擊裝備 可能點三槍法洛斯會死 但是他完全是 無視哉恩 無視鞋子 無視蛇女 然後其實 法洛斯也是有戰鬥能力的 所以他其實 你這個笑得太開心了吧 不是啦 這波就是他 他想要打一波 他想秀 就想要做一個大事 想回家 想回宿舍 但這個 宿舍嗎 不是 這個一跳 我跟你講他可能會更遠 直接回韓國 這個太誇張了 就是 你那邊沒事 他已經有個同伴 已經被移除名單了 他那個直接跳進去 KUN已經不在了 你不要再那次要卡這樣子了 不是 他那個跳過去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 不合力 你懂嗎 他怎麼前面 欸 前面有一個很好舒適圈 讓他舒 讓他舒服的 前面一堆肉對不對 對 把他坦 哇 他那個控制都已經丟得很好了 對 他跳出去 哇 那就沒辦法了 真的 太精采了 他想要他對手 隊友都擋住他 這個我覺得 這個我自己自首 就是我其實中間看到有一堆 有點打磕 所以看到那邊 哇 我都醒來了 哇 好精美的操作 好精美 這個太猛了 而且他後面還走三項 原因是什麼 是 暴擊已經滿了 我看 算了一下他爆擊 然後還差一個利刀 他就是那個啊 他跳出去 然後會觸發三項的閃耀劍 就點那一下 哇好痛 魔法彎刀 前面那波沒點死 就是因為閃了閃耀劍 他說 閃耀劍 啊 這波跳下去有閃耀劍 他覺得我跳出去 這件事是 沒錯的 就錯在我沒有閃耀劍那個 那個BUFF 所以他就出了閃 那個三項之力 哦 是嗎 有可能啦 有可能 你是說 電刀火炮電不死嗎 對啊 一定插那個魔法彎刀 對 超能 差在一個額外的傷害的話 兩百點就那兩百點的 一定沒有BUFF 我覺得這個是不被允許的 就是 他們是不能 以他們這樣的隊伍 相信來說 他們喜歡打架 但是現在打架 贏了6000還打不贏 這個是 我覺得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是炮車版本 很明顯的 今天兩隻隊伍 都不在這個META上面 就是 會有一個 就是你 你就是領先的那一方 就是好好的 就是把炮車的 就是 改做的做好 對 就是 就是改裝到最強 直接錄進去嘛 但他們就是會 就是錄一錄 怎麼突然就打起架來了 就是 這個炮車 應該是五個人去保護他才對 怎麼就是 你怎麼保護 到一半好像是 你保護大哥嘛 保護到一半就 大哥好像被碰到一根 砲砲就直接錄上去人的 就是 要沉住氣啦 血氣方剛 那時候的老師你怎麼看 就他 因為納爾是選出來 Counter他的嘛 但 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 完全沒有作用的一個Counter Pick 那 這個 鋼普朗科他會戰的發揮 其實 雖然也不是 真的炸到很關鍵 就是什麼尾刀之類的 但 他其實在隊伍 在拿什麼大型地圖物件的時候 他都是一直在側邊 一直炸 甚至有炸到對方的Carrayway 就是 勸退對方Avro的Carrayway的輸出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他是打得最穩定的 就是這一場 NEC獲勝的關鍵 就是他最穩啦 最穩啦 最穩啦 他最穩啦 這個我覺得就很值得了 你知道嗎 好啦 那最後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要 恭喜M1起2-0的戰績 然後擊敗了Avro Team 把他們的名字再往前提升了一點點 不過 Avro Team這邊需要再加油一下 相信在這個版本裡面 他們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那當然 感謝兩位今天在飛台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一個賽事講評